10比1再接10比1 国拼上演最残暴大胜 解说员无奈吐槽 日本最像业余选手 中国国拼迎来了本次太原挑战赛 女单半决赛 陈兴桐对着牧原美优 而最终的比赛结果真是让人感觉到 瞠目接受呀 童童太厉害了 不仅仅3比0狂胜牧原美优 而且让这位日本的奥运选手 三局加起来得了11分 更残忍的是第一局和第三局 他全部打出了10比1的比分 你没有看错 一场两个10比1 第一局上来陈兴桐就狂轰10比1 暴虐牧原美优 当他打出6比0的时候 解说方博直接吐槽 这陈兴桐打的对面牧原美优 像业余选手一样 这完全不给面子呀 10比1 6比0 这真是没办法 后面陈兴桐得分突然停滞 让对面拿了三分 但很快11比4赢下第一局 牧原美优唯一有机会的一局是第二局 第二局非常艰难的砍了6分 但也就这6分挽回颜面了 6比11再输 而第三局比赛终于牧原美优 心态崩溃 前两局输得那么惨 这一局要输得更惨了 他面对陈兴桐上来1比4落后 随后开始掉线 叫暂停 也没用 各种梦游 各种不得分 又一个10比1 而这一次陈兴桐没有像第一局一样 拿了10比1让你追分 直接非常干净利弱的一拍 发球强攻拿下 11比1 一场比赛两次轰出11比1 陈兴桐真的把这位日本选手的心态打崩了 牧原美优弱吗 不弱 上海轮他赢的队友一同美成晋级的 可是现在你看看目前的这个情况 你就发现陈兴桐真的是有点无敌的态势了 相持能力绝对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而在这场胜利之后 陈兴桐距离这个女单冠军 也是只差一步之遥了 当然前提是彤彤 不要碰到他的队友王毅迪 如果碰到大敌的话 他不一定能赢 但是打其他的选手陈兴桐 可以说谁也不许